念未平围棋道场之 小喵小蛙 学围棋 金角银边草布皮 小蛙飞得很熟吗 当然了 敢不敢来一盘啊 我先考考你们 在围棋的开局阶段 抢占金角之后 你们觉得该怎么下了呢 金角银边草布皮 第二步是应该讲银边了吧 嗯 抢边上地盘的方法叫拆边 这是布局阶段的重要环节 而且也是要求讲究策略的哟 精灵道场之 拆边 连片 分头 大家一起来看棋盘 除了我们学过的角 棋盘上的这几个区域 我们称为边 拆边呢 就是在这几个区域内落紫 小喵 你来执黑 你觉得下到哪里拆边比较合适呢 边上的距离好开过呀 包心姐姐 我下在新位上吧 小朋友 你觉得小喵下的是不是好棋 答案是A 小喵下了一步很标准的拆边 是好棋哟 小喵 你来持白棋 还可以拆在哪儿比较合适呢 我说是这里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白棋的地盘是不是没有刚才小喵那样围的大 这么比起来好像是啊 那老师我知道了 那就下这里 是不是地盘就闻得大了 嗯 这是落死在五路线 如果对方下载了三路线来进攻 它是很容易活齐的 而你下载三 或者四路线来拆边的话 对方想要进攻你的地盘就比较难了 所以 正确的拆边一般是拆在棋盘的三四路线上的 哦 原来是这样 哎 那老师 是不是只要在边这一块的三四路线范围内 我落子到任何位置都算拆边吗 比如 这里 拆在这里就有点太近了 这步棋就算是在手脚了 不算拆边了 我们一般是要下载拆二以上的位置 拆二 是什么意思啊 从自己的棋子这里 往想要拆边的方向 数两个格 落子就叫做拆二 以此类推 沿着这个方向也可以拆三 拆四 或者拆五 这些位置拆边呢 都算不错的棋 我们都算好急哦 老师 我如果下载这里呢 如果下载这里 就是进攻黑棋的脚步地盘 属于挂脚啦 不算拆边咯 哦 原来如此 拆边的时候 如果同时能够把自己两边的棋子连起来 像这样连成一片 就叫做连片 是非常好的棋型哦 哇 好大的地盘哦 啊 我 我也拆进了连片 老师 我有个想法 我如果把棋子下到对方这里 拆边 防止他们连片 算是好奇吗 小喵很聪明 这当然也算是一步好奇 这个下法叫做分头 能够有效地破坏对方连片 啊 这 我也会 你们都很善于学习 我们一起复习一下吧 画龙点睛 我们来总结一下拆边的方法 拆在棋盘的三路线和四路线 是比较好的拆边方法 能跟已经站脚的棋子形成配合 限制对方并增加自己维控的潜力 而拆在五路线上很难围住地盘 拆在二路线或者一路线 又会让地盘围得太小 拆边也是学问多多呢 拆边的时候能把自己的棋子连起来 就叫连片 如果破坏对方连片 就叫做分头 小朋友都记住了吗 黑白论剑 黑旗下在哪里是正确的拆边呢 正确答案是A位 B位是手脚 不是拆边啦 黑旗下在哪里是正确的拆边呢 正确答案是B位 如果下在A位 就属于挂脚 不是拆边咯 拆边在这个位置 是分头还是连片呢 正确答案是A分头 这样能够阻止对方连片 你们都答对了吗 我们下节课再见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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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